这样的战争片《红海行动》了,起点不高但后劲十足,谁也不敢说《红海行动》,不行的话了,截止目前上映31天的《红海行动》,票房已经狂轰了34.8亿,更是一举超越了周星时美人鱼33.9亿的票房,成为了新的中国影史票房第二的电影剧作,背后最风光的人则要数导演林超贤了。 大家对林超贤可能并不陌生,林超贤可以说是香港导演,这几年最出色的代表人物之一,捧了好几位影帝,实力不俗,在《红海行动》前的《湄公河行动》便大受好评,而此次的《红海行动》,更是创下了不少的影史记录,和他自己的导演生涯记录。 在未来的好些日子,林超贤应该也会更加受投资人青睐了。 都知道《红海行动》是一部团体战斗的电影,每个主演的痕迹都不是那么的重,哪怕该片票房大卖,也没听说到众多主演的更多的新闻消息,和他相近的唐太二因为票房大卖,新闻一波接一波,但《红海行动》无疑少了很多。 《红海行动》票房大卖之后,话题度最高的应该是杜江了,这几年杜江也是火得很迅速,上爸爸去哪儿让其知名度大涨,《红海行动》票房大卖后,更是连减肥的事情,都被网友深挖,成为了大家的谈资。 但令小编预为奇怪的,便是作为《红海行动》的第一男主张义却是无人问津,关于他的新闻和话题可谓是少之又少。 张义在小编的印象里,绝对是影帝世帝级别的戏古籍演员,他于士兵突击成名,北京爱情故事为人所熟知,一部《鸡毛飞上天》,更是让他斩获白月兰奖世帝,张义的演技扎实有内涵,他绝对是非常会演戏的哪一类演员。 张义在《红海行动》中更是第一男主,蛟龙突击队的队长杨瑞,表演功力深厚,对待这部电影态度认真,一心投入,但奇怪的是在这部电影票房大卖之后,却听不到张义的任何新闻消息了,不禁令众多网友纳闷。 不少网友说张义不喜炒作,自身也没有任何话题,这可能是没人谈论的原因之一,还有的网友则说这部电影展现的就是团队精神,个人的光芒中会被导演林超贤所压制,话虽没错,但怎么着张义也是第一男主,没有一点声音可着实不对劲。 不过想想张义这些年的成名录,他应该就是那种无争的好演员,虽然没有很多话题和热度,但他一定是众多导演,投资人最享用的演员,这无疑就是他的价值和他的成功,话题度不代表他的演技,真实的表演才能让他在娱乐圈长久不衰,这才是真正的演员吧。 大家说是吗?关注我们可以查看更多元创文章,推荐阅读,红海行动30天票房狂轰34亿,谢谢。